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网球俱乐部主办的第二届校友团体赛 由大中华地区90多所高校的200名选手 加上分别来自旧金山、圣地雅各与洛杉矶 多个代表队与网球俱乐部共同组成洛杉矶华人网球邀请赛 两大盛会不止同时举办激烈的竞赛之后 最终由南加高校联盟一队和复旦华师大云大校友会联队 分别获得金组和银组冠军 南加高校联盟二队和台湾高校校友联队 分别获得金组和银组亚军 大尔湾华人网球俱乐部队和浙江大学校友队 分别获得金组和银组季军 我们想先把美国华人的网球给它组织起来 所以这种思想基础上我们今年就很快 很快地就是把这些事情就办起来了 很庆幸今天这么多人非常很多很卧虎藏龙的人 一下子都冒出来这个水平都蛮高的 其实深夜集团很荣幸能够赞助这一次网球比赛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大家这个理念都很相同 尤其说就是在追求健康 我们都运动打网球很好的运动 比赛特别节目还有许氏花旗身碑元老表演赛 由全美90岁以上组网球赛亚军爸本音先生 与年逾70的美国华人网球联合会会长 前伙手任清营教练 联手展开一场精彩的高水平球赛 为此美国许氏深夜集团肯定健康养生的重要性 还特别为两位元老颁发特别健康奖 打完全美90岁 USTA90岁级别的这个第二名亚军 这是他的这个Sivoball 第一名是金博 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他们的90岁组还有7名 我们的殷先生每天都在刻苦练球 一天不辣的 每天刻苦练习 所以他一直保持的非常好 非常好 让身体健康啊 那我们许氏也是一样 我们许氏已经有48年的历史了 那当初情练就是基于我们那个创办人 那个许忠敬先生他一点的孝心 他因为他妈妈身体不好 也有他在那个威西康山州的州政府工作 听到附近后有出场话题声 说对身体很好 所以他买了一些寄回台湾 结果他妈妈吃完以后真的身体好很多了 改善很多 他说这很神奇 就好像是上帝去给人的那个仙草 他说这个也值得推广 他不单要把健康带给他妈妈 也希望带给所有的人 所以他就放弃这个州政府这个很贴饭碗的工作 去那个瓦沙那个地方去种植花枝参 推广花枝参 要一起到把这花枝参卖到全世界 所以现在我们好几个州都有 我们就分公司啊 我们去销售这个美国地道的花枝参 活动不仅带给华人社区和校友们精彩的网球赛事 许是声乐集团更现场提供元气椅 为选手加油打气 并且鼓励更多在美华人积极向上健康生活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